哈囉,歡迎回到不想工作 直上手作,我是Zoe 之前很多影片教做卡片跟手工書 我都常常會用到一個非常好用的手作道具 那就是材質器 材質器是什麼呢? 小時候常常會在學校看到老師用那種 動動很大的材質器 每次看到都覺得 你太可怕了吧? 感覺手指會被切斷 那最近推出了越來越多 安全又方便的材質器 材質器到底有多好用呢?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說只要有尺跟美工刀 就是萬人的,對吧? 不過其實你用了材質器之後 你就會回不去了 今天呢就是來評測幾款材質器 分別看看這幾款的材質器 它的寬度、長度 以及它的刀片是怎麼樣子的 好不好使用 還有它的價格多少錢 品牌呢分別是我在九成九買的 還有一些美國的品牌 我們來開始吧! 那我先從我手邊正在浮宇的愛將 開始介紹起 這是一個美國的牌子 它叫做EK TOUR 那我這款材質器呢 最長是可以到 38.5公分15吋左右 那它的長度呢 可以到33公分13吋左右 不過其實就算比這個長度再更長 也沒有問題唷 什麼意思呢? 那我先拿我之後要介紹的材質器 來示範一下 這款材質器呢 打開的地方 這裡有一個卡榫 如果你的紙超過這個卡榫的部分 是過不去的 但是 EK TOURS的材質器 並沒有這個煩惱 它沒有透明的卡榫 大家一樣可以把它放進去 下面這個地方呢 只是可以露出來的 不過呢你可以先切一個部分 到最後 下面沒有切到的部分 轉個方向 再來把它切完就可以了 這樣子就不會讓你的材質器 被紙的大小給設限 第二個呢就是它的刀片 刀片好不好 你拆出來的東西 差非常的多 像這款的刀片 它就是滾輪式的 像這樣子下面一圈的鐵片 在用的時候 它這一圈都會動 就是滾輪式的 我自己覺得 比較不容易生血 也可以用很久 拆出來的線條 也很乾淨漂亮 第三個部分呢 就是大家最建議的價格啦 那美國網站的價格呢 是760元台幣 台灣的是將近快1000塊 雖然說價格不菲 不過買了之後 真的是可以用好幾年 就算你的刀片不利了 你再只換刀片的部分 就可以了 接下來呢 要用這個試用給大家看看 首先呢 先把它這個角打開 然後呢 拿出你要的紙 把這個東西拿起來 大家可以看到 上面呢 不僅有寸 也有公分的標示 如果你今天用寸 用公分都可以 像是我經常呢 都是在使用寸的部分 所以呢 大家要把紙 對起上面 上面對起到了嗎 然後呢 最左邊的這一條線 就是你可以看你要幾公分 或者幾寸 我把我這條邊邊 落在三寸的地方 這個刀片放下來 接著這個刀片的部分 往下壓 寸著滑下去 好 我就已經切出來 三寸寬度的紙 那再換一個角度 把這邊的紙拿出來 再放到三的地方 壓著滑下去 OK 你今天得到一個 三乘三的紙了 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我的愛將二號 我的愛將二號呢 是TINHOUSE跟TONIC的品牌 它的寬度大概是15.5公分6吋 長度呢 大概是24公分9吋左右 它的寬度明顯來的比愛將一號小一些 不過因為它的用途 跟愛將一號有點不太一樣 所以我都會叫它小材 小材它的用途呢 是可以切一些磅數比較高 比較厚的紙 比方說像是牛奶板啊 牛皮紙板這種非常厚的紙 長的呢 也比較像是 小時候老師在用的那種 凍凍的拆紙器 那刀片呢 就是長得像這樣子的 異常條形 那透過你手的速度和力道 快速的把紙給拆斷 那小材呢 它有一個透明的卡榫 可以讓你的紙固定不會亂跑 所以呢 它不能切超過這個長度的紙 但是可以讓你切出非常非常細的紙條 那它最近呢 出了最新的款式 它的刀片呢 是有鋸齒痕的 看到這個鋸齒痕 也沒有換起你小時候的記憶 鋸齒剪刀 像這樣子的鋸齒刀片呢 你可以做出非常非常多的特效 小時候的鋸齒剪刀呢 都只能剪那種非常薄的紙 不過像這樣的材刀 就可以切一些非常厚 非常硬的紙 都沒有關係 給大家看看 運用這個材刀 所做出來的效果 是長什麼樣子 好的 那材刀的使用方式都差不多 這台小材的使用方式 把紙穿過透明的卡榫 將最左邊的邊邊 對其擬藥的刻度 壓住透明的卡榫 就可以讓紙不要亂動 再用刀片快橫準的把它往下壓 你就可以得到你一樣的尺寸囉 那這台小材呢 它很夠力 可以切出很細很細的紙條 秘訣呢 就是要用透明的卡榫 固定好你的紙就可以囉 那它除了可以裁一般的紙 其他的特殊紙也是可以的喔 像這個是透明片 或者是手藝用的泡棉 都是用一樣的方式來裁切 是不是省去了很多畫線 用美工刀割的時間呢 接下來是難度最高的牛皮紙板 也可以輕鬆的裁斷 不過呢 如果是更厚的牛皮紙板 建議大家就可以用 我第一個介紹的裁刀 切出微微的割痕 再用美工刀裁斷會比較好喔 好 那接下來這一款呢 是我已經沒有再使用的裁刀 這款呢 我是不推薦的 聽我威威道來 這款的寬度是30公分 然後12吋左右 它的長度呢 是33公分 13吋左右 那它的打開方式呢 是這邊可以有個卡榫打開 平常你可以把它折貼收在一起 那這邊呢 是可以把它合在一起 轉過來呢 就可以使用啦 那我先說它最致命的缺點呢 就是它的刀片 它的刀片呢 是屬於這種針挫式的 就是一個針這樣子刺出來的感覺 這樣子的刀片呢 容易不利 刀片一旦不利你的紙就會毛邊 沒有人喜歡切出會毛邊的紙啊 當初呢 想說啊換個刀片就可以了 沒想到換了刀片之後 馬上又不利了 那一直換這個刀片呢 一直浪費這個耗材 讓我覺得很心累 所以我之後呢 就毅然決然買了我的愛將一號 EK TOOLS 那我批評它這麼多 感覺它好像一無四處 不過 它其實是一個實用性很高的材刀 它的優點呢 就是兼具了材刀的功能 還有折線板的功能 那折線板是什麼意思呢 比方說我之前在做小數的時候 還蠻常使用到的 如果你今天想要在 它一吋的地方畫一痕 那你就是用這個折線筆 加在上這個有凹凸的板子 畫一痕之後 大家可以看到嗎 這邊有一個折線 你就可以把它這樣子折起來 那之後呢 它的折線就會很漂亮 非常好看 所以折線板真的用途非常的大 然後這一款呢 是兼具材刀跟折線板 就會覺得哇這個真的還蠻實用的 OK那這款價格呢 也是在這次介紹之中最貴的 它的美國網站的價格是 900元台幣 那台灣呢是1190 我真的很喜歡它折線功能 不過它的刀片不OK 好那第四個 我來介紹我在九成九看到的材刀吧 它是一個日本的品牌 它的型號叫做T400 那這一款材刀呢 跟剛剛另外三個比起來 是這隻之中最小的一個 它的寬度呢 大概是27公分 使用四分之三寸 它的長度呢是21公分 那它最優秀的地方 就是它的刀片 它的刀片分為三個 分別是虛線、實線跟這個 這個不是雙線喔 這是我剛剛介紹的 上一款的折線刀的功能 這是折線刀片 它不會真的把它切斷 只是留一個痕跡給你而已 我們來示範一下 那它的刀片呢 也是屬於滾輪式的 裡面呢可以替換你的刀片 只要把它這樣子擦下去 再把它合起來就可以了 那我們來試做看看吧 裁刀的使用方式 真的是大同小異 指對齊上面的邊邊 指的最左邊呢 對齊你要的刻度 再把它合起來 刀片你要由上往下 或是由下往上滑動都可以 你就可以切出你要的寬度啦 這款採紙器切出來的線條 也很漂亮 好那我們來換另外一種刀片 來試試看吧 這款呢是虛線的刀片 哇有這個虛線的刀片之後 你就可以做出像是 餅乾盒一樣的虛線切口 或是做成像是封口材料包啦 或是卡片也超好用的啦 接下來最後的是折線的刀片 折線的刀片呢 你可以很輕鬆的把你要的卡片 折成好幾等份 真的是方便又省時 那我覺得這款最貼心的部分 只是它上面都會有照片的大小供你參考 不過我覺得不優的地方 就是它的刻度實在是太不明顯了吧 感覺看到我眼睛快花了 那價格部分呢是這次介紹之中最便宜的 會源價值498台幣 很華碩的價格 如果你是手作新手 而且預算不高的話 很可以考慮這一台喔 那這一台除了T400這個機型呢 還有T700跟T800 稍微再大一點點的尺寸 大家可以到99去看看喔 好喔因為我口袋深度有限 沒有辦法把每一款材刀都買進來看大家做介紹 不過好的材刀還是有很多很多的啊 所以呢我寫了一個部落格 裡面專門有介紹說其他的材刀品牌 大家可以去比較看看 希望大家都能找到心目中的愛將 一起用工具來讓手作變得更方便吧 好如果喜歡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